也是司法消息还记得高铁的行李箱炸弹案吗 今天上午是首度传唤了犯下高铁车厢 还有立委卢嘉诚服务处这两起炸弹案的主嫌胡宗贤到庭 而讲到了犯案动机 他说就是因为讨厌总统马英九 戴着眼镜穿着黑色衬衫 他就是高铁行李炸弹案的嫌犯胡宗贤 19号上午首度被提训到新北地方法院开庭 收押至今超过三个月 胡宗贤出庭时神情恍惚 虽然都由自己答辩 但精神状况并不是很好 服用药物的关系 治疗他的身体的不舒服 同时使他的这个记忆精神有所衰退 对于共犯朱雅东把责任都丢给他 说自己不知情 胡宗贤反驳 虽然没跟朱雅东讲到炸弹的事 但朱雅东不会笨到都不知道 还说心理炸弹都是打开的 朱雅东已有看到内容物 并非不知情 而犯罪动机胡宗贤表示讨厌马英九 所以才会用他的名义放置炸弹 打算引发骚动 高铁行李炸弹案震惊台湾社会 今年4月12号先后在高铁列车上 和立委卢嘉诚的服务处 共发现四个行李炸弹 警方从监视器追人 发现两名嫌犯逃往中国大陆 4月16号就逮到两人压解回台 发现嫌犯胡宗贤还是个律师身份 而另一名嫌犯朱雅东是计程车司机 5月6号将两人以杀人未遂 公共危险等罪嫌起诉 如今开庭审礼对于两人供词不一 胡宗贤还当庭承认自己 可能有精神分裂症 是不是想以此减刑 还有待法官定夺 由电梯林秉秀吴佩如新北市报道